上一波放量的视频到底有多精彩 这是油管大神们制作的粉笔持续大赛 一经播出便斩获了1.1亿的播放量 秉承着开机跟粉笔装备强高化的原则 玩家们展开了攻防战 冒蓝火的加特林星球大战的光剑 索性披靡地刚底下战衣 又或者是只需要一个响耻 便可毁灭世界的无线手套 只有你想象不到没有他们画不出的 持续小队直接完毕 正在前往废弃工厂 比赛一开始 两支队伍便挑进了资源多的厂房 唯有粉队行着打野默默发育 成队瓜泰老板开具获得杀音 绿队清朝老兵不甘示弱 画出经济手炮 对着成队使出了苗边枪法 开场不到5分钟 成队两队便展开了激烈的交火 瓜泰老板带着队员且然且退躲进了厂房 为了搞清楚他们在哪 绿队画出了彩6小车 扫描标记敌人的位置 殊不知 蓝队两个老6竟在场区入口射下半雷 而这只能小车 却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静止开了过去 丝毫没有起到标记敌人的作用 终于在道路镜头 结束了他无用的一生 被打野中的粉队一枪击毁 要不说打野副流油呢 粉队各个全副武装 为队队里那个开机第二线的妹子 断线重连和他们走散了 实在是火全靠他的造化 为了迎接接下来的战斗 队长燕双英布置战术 由他和科技侠牵制对方行动 占据事业优势的蝙蝠侠 则负责引护他们俩行动 说干就干 燕双英手持G36C 观察着场上的一举一动 谁知科技侠进化出了 灵魂能量场清衣器 好家伙 你这枪多少有点跨时代了 与此同时 绿队早已延阵一带 人间粉队逐渐靠近 帽子哥仍然是一阵阻弹 打着对方一个缩手不及 趁此机会 帽子哥吵起威格托 对着粉队二人疯狂扫射 危急之时 轻盈的科技侠 联盟使用轻益器 相应旁的垃圾箱 扯到身前当中掩护 这才是他们逃过一劫 躲在垃圾箱后 粉队二人默默独瞄 随后燕双英 一如战神附体 一缩子子弹 牵液在敌方身上 而科技侠也不甘示弱 使用轻益器 吸走对方掩体 成功解决清潮老兵 好听吗 好听就是好投 只不过这蝙蝠侠呢 拿个驱龙传说 当时候问勇士王 原来他被一群乌龟缠住 他背景上都是鸟粪 暂时无法进行支援 事已至此 也只好靠他自己了 就在这时 康州炮破坏者的绿队队员 突然追跌在二人面前 眼看大事不妙 只听一声枪响 敌人一声倒地 此音前要过长 经过这场恶战 绿队全人射退 粉队赢得了短暂的胜利 但与此同时 走散的女队员遇到了困难 好防备的他 暴露在石枪核弹的城队面前 只不过 只拿着现代枪的哥们儿 明显只学了两年半的花花 手中的枪 弄脚一个速套烂制 不仅不能发射 还把他自己给崩飞出去 最大的枪声 进入了城队的队长 为了不让计划停滞 瓜田老板守过武器 警惕地搜寻这四周 二蓝队接了一枪之后 眼线敌人越靠越近 蓝队赫敏搜出魔杖 一招处理武器 将瓜田老板打倒在地 说过多少次了 建议在马关面前使有魔法 老弟曾说过 这个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城队战争机器 举起起兵通击步枪 试图用强大的火力 详情压制对方的行动 但他却不知道 蓝队全员魔法特效 直接蓝屋照着自己的手型 画出了太叙叙卧 轻易举的就消灭了战争机器 这波 这波是提升攻击 飞机的掌房内 蓝队和城队的战斗 愈发百热化 这边打了震撼 那边绝地与细思 也展开了生姿对决 只能说 远远离与你同在 战斗进入胶着状态 每个人都脑洞打开 粉色妹子左右开弓 拼尽全力 给自己画了个钢底下战靴 另一边 城队大汉也完成了他的武器 风暴战斧 一场钢底下 与雷神的较量 也就此开始 果然 颜色月焚 打人热痕 同一时间 蓝队老六也靠这把销售枪 成功让战争机器变成了盒子 但这一切都结束了吗 原来城队的王牌 就是他们的先锋级泰坦 魔花组全员领合伴 现在来到了最终决战 本队 vs城队boss 面对巨大的泰坦 本队除了逃跑的份 然而科技侠就顶身而出 他想要做一个战胆任 没想到 胜的水管 就被泰坦意外打破 瞬间涌出的水滴 直接把他手中的牵液器给冲散了 没等他反应过来 并且的子弹已经击中了他的身体 现在本队解决两人 看着原说的锤塔 连双音瞬间就有了主意 通过对讲机 他告诉队友 得想办法把锤塔弄倒 这是唯一能击败boss的方法 自己来进行宠队的注意力 由他来炸断锤塔的支架 时间紧迫 蝙蝠家按照计划埋下干药 随着boss进入攻击范围内 本队顶含了炸弹的影线 队长使用雷弹发射器 不断吸引了对方的手困 散发下去 虽然未能击穿敌人的护甲 但为炸弹的引爆 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好家伙 反叛起序话多的道理 怎么就是不懂呢 失去了遥控的泰坦 七七八坏的成人队长 只能使出最后的大招 战术所定义的 全场最佳 斑雷 随着成队最后一人倒下 粉队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大吉大利 今晚吃鸡